这是一群应愿坐牢也不愿出狱的犯人 简陋的土墙内几间地矮平房坐落其中 看起来就跟普通人家一样 可实际上这里却是阿富汗的某所监狱女牢 隔壁被接近于此的男犯有500多名 女犯却只有40个 他们有的是因为没有顺应家里人意愿结婚 和情人私奔后被捕 有的是因为难以忍受丈夫的家暴逃离被抓 讽刺的是 这些在我们看来都称不上罪行的罪行 刑罚比杀人还严重 普通要被关十年之久 杀人罪都只需要关六年 可即便如此 也没有女人想从这里逃出去 莎拉是这些人中被判刑时间最短的 因为不愿意嫁给陌生男子 她和情人贾薇自奔 两人都被判监近三年 贾薇就关在与她异强之隔的地方 对此刻的莎拉来说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我们一起坐牢 你住男子牢房 我住女子牢房 但莎拉可不是一般女子 不能见面 她就在地上挖洞 偷看贾薇 欲经堵上 她就再挖 不让聊天 她就没日没夜地写信 让跟随父母住监狱的小孩帮忙送 贾薇也时常给她回信 说等出狱后就娶她 每次看到这些 莎拉都满脸娇羞 可有些育友并不看到这段奋不顾身的爱情 因为当初私奔后 贾薇并没有同意跟莎拉领证 而是带她躲进了自己亲戚家 所以才导致被抓 可天真的莎拉并不在乎 她也经常让孩子们 把贾薇的脏衣服拿来自己洗 大有鱼堂都被我承包了的霸道女总气势 仿佛那肥皂泡泡上都有甜蜜的味道 和彪悍的那几位形成了鲜明对比 那几位是因丈夫出轨 家暴逃离的 她被判刑十年 入狱后 整个人都放飞了 玉景见了都发愁 这天 她怀疑玉景偷了自己的钱 二话不说 上钱还打 玉景不认 说自己并不稀罕偷她的一块钱 那几位又稀又恼 她反问道 为什么我这么穷 你还要偷 说着还拉众人来讲公道 把黑心玉景狠狠地数落了一顿 不过那几位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她还带着一个两个月大的孩子 这个孩子是她在监狱中生下的 没有钱 奶水也不充足的她 连最基本的养育都成了问题 所以她急眼不是单纯为钱 而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跟玉景理论时 那几位的态度十分强硬 丝毫不顾与我们的劝导 她满不在乎地说 反正在监狱里更自在 我不介意待在这里更久一点 同样带娃坐牢的 还有这个名叫洗马的女人 她被判十五年监禁 如一时还带着四五个娃 她的故事初看只是因家暴逃离 但越看却越复杂 甚至还牵扯到了 隔壁男老的一个犯人 这个外表看似老师的男人 正对着包裹掩饰的妻子 说土味情话 妻子问她 你为什么不刷牙 她回答道 你不在 我该为谁刷牙 听到人脚趾都想立马开工 男人是洗马的丈夫 今天是她来探监的日子 可当你以为这俩人还挺恩爱的时候 丈夫突然话风一转 指责洗马搞砸了一切 让自己跟着蒙修 还质问她为什么要出轨 而且还是出轨家里人 这简直是惊天大瓜 更离谱的是 丈夫口中那个男小三 竟然是她的亲生儿子 原来 洗马出身贫困 十岁那年就被家人安排 嫁给了这样一位比她大很多的丈夫 尽管阿富汗将女性最低婚龄定为16岁 但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调查统计 2016年 阿富汗的同婚率 依然高达33% 大量农村女童被高价卖给 有钱有势的老男人 而十岁的洗马和丈夫结婚时 对方已经有两位太太 四个子女了 她脾气捉摸不定 动不动就会打人 还曾经失手打死过一个孩子 实在忍受不了的洗马 只好求妻子 带他们母子几人回娘家 但二人很快落网 丈夫因不满洗马逃离 丢了面子 所以就诬陷她跟儿子有私 把错处全推她的身上 因此两人都进了监狱 不过对女人们来说 这个本应是惩罚的地方 却像是另一种解脱 因为如果在监狱外 傻俩可能会因给家族蒙修 被荣誉谋杀 纳吉辈没钱养过孩子 可能要被迫回到丈夫身边 继续挨打受苦 而洗马的下场也是难以想象 因为她丈夫贪奸时曾说 在找到洗马跟儿子的时候 如果不是有人在场 她早就把俩人杀了 所以即使她们现在住在监狱里 也比外面要好上许多 她们可以闲聊八卦 和小姐妹露支架油 帮忙带带孩子 甚至还能露出面部 露出头发 不用裹得只剩眼睛 没有惧怕的微笑 可这样的日子早晚会结束 莎拉就快被放出了 她的行期将满 最近很是忧虑 担心不能跟贾薇一起出狱 到时会被家人带走 也担心贾薇反悔 无法与她结婚 共同创造幸福未来 所以出狱前 莎拉又给贾薇写了封长长的信 想得到一个确写答案 尽职尽责的小男孩 把信送了过去 可没多久 她又原封不动地拿了回来 原来贾薇并不想回答这些问题 这样莎拉更加崩溃迷茫 直到育有鼓励说 别哭了 要像狮子那样活下去 出狱那天 包裹严实的莎拉 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爱人 她不甘心地喊了对方的名字 可贾薇没有一丝回应 坐上家人的车就走了 多久后 在家人的安排下 她娶了另一位女人 而莎拉住进了妇女庇护所 这才侥幸为生 凶悍的那几倍 同样下场惨淡 她的丈夫婚也没说要离 直接把母子俩遗弃了 不仅从来不探望街际 连电话也不接 走投无路的那几倍 只能把孩子卖给了育友 连那个会堵物私人的摇篮 她也送给了喜马 而行机最长的喜马 也只能说是相对安全 她的丈夫 一度想把她送进更相熟的监狱 这让她惶恐不安 时刻担心出狱后会丧命 她们被苦难和仇恨孕育者 却依然渴望自由的灵魂 这是再延似的罩袍 都无法遮盖的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